我们常说喝酒要适度 否则就有可能在酒精的作用下 做出一些出格的事 近日四川的一位低姐和女士 就遭遇了一名醉酒乘客的疯狂举动 低姐和女士告诉记者 醉酒男子上车以后 情绪就十分地激动 做的二十几米的时候 男子车窝的头发 然后我还能不诊我 我以为她是开玩笑 我都把头发都在车上抓过来 她就啪啪的脸耳似刷过来 见状 低姐和女士赶紧按下了车上的报警器 而就在和女士跟公司值班人员汇报情况时 该男子又一次突然起身 一耳光打在了她的左耳处 很快民警赶到了现场 此时和女士的脸部红肿 还出现了耳鸣的症状 民警将她送往了医院治疗 记者解到事发当晚 打人男子刘某在聚餐时喝了很多酒 后与三名亲友 攻击四名乘客 搭乘了何女士的出租车 上车以后 刘某还欲再拉一名朋友上车 低姐何女士拒绝了刘某提出的超载要求 于是刘某心声不满 便对何女士采取扯头发 扇耳光的方式进行殴打 同时警方查明 在此之前 刘某还与另外一名出租车司机 也发生了口诀 警方介绍 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 治安管理处罚法第26条 第二款第四项之规定 违法行为人刘某 将被处以行政拘留7日的行政处罚